我先把那个,我做好的,我先试一下 就是说我希望做出来的结果大概就涨这样的一个结果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把刚刚的那个枢纽分析表 有没有,刚刚不是我做了一个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呢,就把这个枢纽分析表的什么呢,业务好了,放在列 然后呢,总,这边有个叫,总架就是它的业绩放在池 它就帮我做一个所谓的,其实就是三米斧啦 三米斧小咪,就帮我把三米斧的结果放在这里 但是呢,我最后是希望,这个名称也许叫做枢纽好了 给它改一下名称,叫枢纽 那最好的话呢,这个工作表最好是放在呢,我们的右边 我比较习惯,一般新增工作表我还是习惯放在右边 可是,那个枢纽分析表,它预设就是放左边 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 它还是说,美国人的习惯都是产生之后放左边 这我不知道,刚刚我如果,我希望放右边 那当然将来呢,我们如果说把它变成VBA的话 其实可以稍微把程式改动一下 那就可以让它放在右边的地方,OK 那接下来呢,所以哦,这个是第一个step 就是,产生一个枢纽分析,并且放在右边 然后呢,产生枢纽分析表 那你会发现总共六个业务人员 那在第二步的话,就是说分别把 这六个业务人员分割 那分割的话,不过这个分割,它也蛮奇怪的 理论上呢,我们的习惯还是产生在这个右边 但是它很奇怪哦 它这个地方,我把它换一个 我习惯是换笔 OK,那我们习惯是放在这边 让它显示,就是我们要 可是,这个枢纽分析表 它预设功能,你如果点两下的话 它还是怎么样 它会帮你跑到它的左边 这很奇怪 所以将来如果说你假设要变更的话 看看有没有办法用移动的方式 把它再移动到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其实没关系,就先这样好了 OK,所以我点两下 它会产生小咪的这个资料 全部都小咪资料 那当然最后呢,我会希望呢 可以把工作表名称也改成小咪 OK,那当然小咪OK之后的话 再来就小张 所以再点两下 小张的资料 工作表出现了 那再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小张 那以此类推 可是我现在是图法链刚做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呢 把它变成VBA的话 让它自动完成 那这个地方呢,该怎么做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大概说明一下 我把已经做好的程式 稍微demo一下 所以最后做完的程式 我这边先把这个完成的 先秀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这先把它删除 删除工作表一样 就是把后面的 除了第一个以外的全部删除 那这个删除工作表 其实程式跟前一个范例 前一个练习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其实你甚至可以拿来参考都OK 那我们待在第一步 第一个按钮是 先把它做枢纽分析表 那这里我做的方式很简单 其实就录制聚集 再来修改 所以把它点下去 那你会发现呢 它放的位置 基本上就是放在总表的右边 OK 而且显示出来的 也会是我要的 放在这边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会希望再利用刚刚show detail 做分割 所以呢 按下它之后的话 它就针对我刚刚 有没有 从小张老王一直到菜头 那分别帮我做分割 所以它是先菜头 所以菜头 然后再摇摇 再英雄 所以一次内推 把它一个一个的往下 然后一个一个帮我产生它个别的工作表 不过这里跟前一个翻例不一样的地方 这边会多一个枢纽分析表 当然啦 如果假设你要跟前一个一样 你可以最后做完之后 你可以把最后这个删掉 那当然也OK 因为删除掉之后也不影响 不过我现在这个地方 我是没有把它删掉 OK 那最后的话就是再把它删除 也就是透过枢纽分析表 帮我做这个工作表的分割动作 前面那个练习是用筛选 那这个练习的话是用枢纽分析表 那当然其实很多地方是等于同 只是说 如果假设你工作上用到枢纽分析表的机会 比较大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范例呢 对你来说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坊间好像要找到有关枢纽分析表 跟VBA结合的相关资料 好像不太多 像我之前也稍微查一下 用Google查询 我发现好像真的没有太多 所以你们也可以枢纽分析表 然后后来的话我发现 最近查了一下 我发现 苏纽分析表后面空一格 VBA 你会发现查到 Enter一下 后来我发现了查询 它好像这边就是 第一个就是官网里面的 叫做什么 这个Pirate Table 其实苏纽分析表 其实英文意思就是Pirate Table 所以当然你可以把这个官方的说明 稍微看一下 另外的话其他的 还有这一些其他有关的 不过我稍微看一下 好像似乎讲的都不是太清楚 所以我今天的话 稍微跟各位说明一下 有没有更简单 这个是我之前讲的 所以这边其实你可以把前面 的东西稍微再看一下 其中我看的第三个 这个 有关巧克力这个VBA的分享 这个我看了 后来发现 这个好像是 之前有来上过我课的 这个学生写的 我不知道是谁 只是我刚刚看了一下 后来发现 这里面他也讲了说 他学习VBA的一个历程 然后他说他不是资工的 非资工背景 也不是资管背景 但是一个新鲜 社会新鲜人想学习VBA 然后呢他叫巧克 一直寄成巧克力 因为OK 然后他说呢 他的团队里面其实很 报表需要用到很花时间 就像苏牛分析表 那大家如果结合VBA的话 工作效率一定是提升很多 不过呢 他说刚出社会的时候 因为价钱太高 他没办法负担费用 所以他网路上好像有看了一下 后来他有提到 台湾的吴老师 OK 显然他应该是有 Follow我一些影片 所以后来他好像也真的来报名了 而且感觉好像是有点 像一个业配文 不过我完全没有 我不知道这是谁 他其实有提到我啦 我也蛮感谢他 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重点说明一下 如何录制这个聚集 他里面会用Pivot Table 那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录制局很简单 动作不害物就是说 第一个录制聚集 如果说我今天假如 要把刚刚的动作录下来 所以待会回去 这录制局我想你们就先彩排一下 然后呢 再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那修改的重点我稍微说明一下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白板上面的内容 云端白板这边有 那你会发现呢 总共大概就是这几个按钮 我大概希望完成的 那第一个的话 就是把刚刚的动作 业务拖拉到列 然后呢 再把那个什么加总 底下那个加总拖拉到这个值 然后并且把这个名称改成枢纽 最好是把它放在我们右边 OK 修改的重点 不外乎就这些 所以这个是我已经把它 录下来并且修改 总共有三个步骤 所以请各位呢 也许可以先把它录制一下 然后再稍微修改 但是你会发现 录制聚集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第一个你用的那个版本 假如是不一样的话 比如说你可能用的是 像我现在用的 我记得是2019 跟那个之前 比如2013、2010 录下来的聚集 内容又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其实也比较麻烦一点 那不管啦 其实你们可以试着录录看 当然最后我跟各位讲 最后你可以拿我的程式当范本 应该是最简单 而且最没问题的 那我会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录下来之后改哪些地方 OK 我看一下我这个 这里面的程式 这个好像之前有录的 我把它稍微移掉 我们再来 OK 那也许我录一个 聚集名称叫 枢纽分析表聚集 不过因为这边已经有这个名称了 我就换一个名称好了 我们来做一下好了 第一步的话一样 先这个开发人员 然后呢我把这个名称叫做 枢纽 枢纽聚集好了 OK 按确定 那一的话就插入什么 插入枢纽分析表 它会先把范围选起来按确定 第二步的话呢 把业务拖拉到列 然后呢 这个什么呢 总价拖拉到值 这样就OK了 你就把它直接呢 开发人员 直接把它停止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就是分割工作表 你也可以怎么 录制去 就是点两下动作 那这点两下你可以怎么 比如说这个地方 也许叫做 这个叫分割工作表 那比如说呢 其实如果你用这个方法来做的话 应该会更快更简单 那其实你会发现按确定之后 点两下 主要就是这个 然后上面把这个名称 改成小咪好了 这个是小咪 好大概是这样录下来就OK了 录完之后一样把它停止录 停止 OK 这个游标放这里不能停止 然后把它停止录制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录下来的东西 在这边 第一个是 因为我这有之前的 叫枢纽聚集 这个 编辑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录下来的东西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第二个 第二个应该在下面 在这里 分割 工作表 那最后当然你可以把两个 结合在一起 那就可以完成我们要的这个效果了 至于要改哪些地方 我们待会再来看 那请各位呢 先稍微把这两个聚集先录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可以做出 这个 我刚刚秀的这个结果 就像这样 最好是按下它 第一个是先分割出来 第二个是把它分割 OK 第三个的话就是再把它删除 这样一个cycle 最后呢 其实就是把这两个合并在一起 每一次就OK了 然后再删除 OK 所以请各位呢 先试试看好了 简单录制一下 就两段 一段是这个 然后一段是再把它show detail 不过show detail呢 你录一个了 其他跑回圈就可以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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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